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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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远东科技大学资讯工程系的老师王善杨 我們要跟各位展示一下一個網路的架構 然後展示這個網路架構呢 可以讓大家更加了解到 我們這門課要學習的是什麼知識 首先我們先介紹一下 這邊是個區域網路 等於說我們目前在辦公室裡面 就是這樣的網路架構 這邊也是另外一個區域網路 也是一個辦公室的架構 不一樣的地方是在右邊這一邊 就這一邊它是在台北的公司裡面 然後這邊是在台南的公司裡面 然後我們要規劃這樣的網路架構 讓使用者可以從台南的電腦 可以連線到台北的電腦去 然後就可以達到那個網路連線的目的 那在這門課程裡面呢 我們會教大家的就是 我們會教大家如何規劃這樣的網路架構 這個網路架構裡面呢 包含了路由器 就是下面的這台設備 然後還有這台設備 以太網路交換器 然後還有一個設備是極限器 以前極限器很便宜 以太網路交換器很貴 但是目前的以太網路交換器呢 其實都很便宜的 所以極限器的設備 就很少人在用了 然後一個網路呢 必須會透過來源端 那來源端假定是這台電腦 然後它透過連線的方式 會連線到以太網路交換器 就是各位所看到的上面這台設備 然後以太網路交換器 它也會透過連線 然後連到底下的路由器 然後這個路由器呢 會再透過廣義網路 就是中間這條線 其實這條線是一個象徵 它是中間這部分 是電信局 就是ISP公司所要負責的 那我們的風包 就會從你這台來源端 然後連線 透過連線到以太網路交換器 然後再連線到送到路由器 再從路由器呢 透過電信局ISP公司 一直到那個台北的分公司 那台北的公司裡面的路由器 再送到以太網路交換器 然後再送到這台電腦 然後這台電腦 處理完資料之後呢 也會尋著類似的路徑 是類似 未必是相同的路徑 然後再送到以太網路交換器 然後再送到路由器 然後再透過電信局ISP公司 再傳到台南的路由器 再傳到台南的以太網路交換器 然後再送到來源端的電腦 然後這樣就完成了一個連線的目的 那這個網路架構看起來很簡單 但其實所有全世界網路架構呢 基本上就是這樣一直複製下去而已 所以我們只要學習了 學會如何規劃這樣的一個架構系統 我們就有能力規劃全世界的電腦網路架構系統 那這個就是我們這門課所要學習到的知識跟內容 在這個主題裡面呢 我們要跟大家介紹的是區域網路跟廣域網路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來看一下全世界的網路呢 最主要是由這些設備 包含路由器 那以太網路交換器 跟你的使用設備 來構成的全世界這個網路 那其中最重要的設備呢 就是路由器 好 路由器 那我們來看一下 路由器是個很重要的設備 那它連接了區域網路 就是這條網路線 就這個區域網路 連接到這個部分來 然後區域網路是一個距離比較短的網路 通常它是在運作一個小型的範圍裡面 然後區域網路呢 它有 它的速度會比較快 然後它錯誤率比較低 然後另外一個呢 因為我們通常會透過路由器 再透過這個廣域網路 連線到另外一個地方 好 那廣域網路呢 它的距離就比較遠 那甚至於說 比較 最遠的廣域網路呢 應該就是按我們那個地球 跟那個太空船之間 就是送到外太空那種衛星的距離 那個也算是廣域網路的一種 好 然後這些網路呢 就分成了區域網路跟廣域網路 然後當然呢 如果其他的同學或者其他的人 學員呢 看到書上會寫都會網路 或者其他網路 不過那個沒有關係 我們先了解區域網路 跟廣域網路的特點就可以了 好 然後簡單的來看齁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路由器呢 其實你可以把它想成說 它是一台電腦 然後它上面有許多張網路卡 好 以這台路由器來看呢 它有一個區域網路的網路卡在這裡 那也有一個廣域網路的網路卡在這裡 然後區域網路卡跟廣域網路卡 其實是不一樣的傳輸介質 所以你看它的接頭形式也不太一樣 好 然後有一個很重要的觀念 就是區域網路有區域網路的設備 然後區域網路的設備 就包含了以太網路交換器 還有極限器 然後廣域網路有廣域網路的設備 然後廣域網路卡 然後其他的廣域網路的設備呢 一般來講都在那個電信局 ISP公司裡面 那我們平常比較少接觸到 那我們來看一下 一個網路運作的基本元素呢 其實它包含了伺服器 跟個人電腦 然後能夠讓伺服器跟個人電腦 還有其他的那個網路使用的設備 甚至那個手機啊 或者將來物聯網的設備 連線的原因呢 就是要有實體網路 那這些就是實體網路 那實體網路 跟個人電腦的實體連線呢 能夠正常的運作 這是最基本的 那除了這個之外 很重要的一個就是IP IP的規劃 那這些在我們的課程裡面 都會上到 好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基本的學習的重點大概包含了 要連接網路設備 規劃連接網路設備 那當我們有能力 規劃連接網路設備之後呢 過來就是我們要能夠 很正確的設定它的IP 對於每個設備 我們要指定一個IP的位置 那IP的位置 現在還沒有學到 其實IP的位置 只是給它一個編號 讓這個設備 在許多網路裡面呢 能夠定到它的位置 我要 如果要把資料傳送給一個設備 就可以很正確的找到它 然後除了這個之外 我們還要再了解這個 這些網路設備它的運作原理 那比較進階的學習重點呢 就包含了封包怎麼從電腦 送到以太網路交換器 然後再送到路由器 那路由器怎麼幫你傳送風包到對方 這是一個 那另外要了解一個就是 OSI 7層的運作 那OSI 7層的運作 非常的重要 那也是我們課程的重點 然後它會建立一個這樣的網路的 一個模型 然後其實將來如果有新的網路的技術 都會遵循OSI的模型來做 那我們將來也會介紹到 所以我們可以看右邊的這張圖 在這裡面它包含的路由器 就是這台設備 那路由器透過廣域網路 透過廣域網路連線到 那個網際網路去 然後在你的區域網路裡面呢 我們會有個以太網路交換器 然後像以太網路交換器 大概就贏取 最近比較多人在用的 以前很貴 但現在很便宜 所以底下的極限器呢 因為它效能比較 沒有以太網路交換器那麼好 那價格其實也是很便宜 它只不過以太網路交換器 目前降的更便宜的 所以就比較少用極限器 那其他就以太網路交換器底下 會連線許多個個人電腦 然後這些連線好之後呢 我們還會給它一個IP的位置 那可以看右邊的這張圖 那你就可以完整的建立一個網路的架構 這個區域網路的設備 包含了路由器 路由器就是這一台 那各位學員可以搭配那個講義 同影片看到 這是右邊的這一台的路由器 那路由器它上面的網路卡 大部分都是抽換的 小型的路由器是固定的 那比較中型大型的路由器 它可以用抽換 可以在我們講義上 這張圖你可以看得到 然後過來就以太網路交換器 就是這一台設備 以太網路交換器 那每一台設備呢 有它自己的功能、功用 那底下過來是極限器 那在這裡沒有極限器 但圖上有極限器 它跟以太網路交換器差不多 然後電腦上面呢 每台電腦會有顯示卡 不知道會有網路卡 那就在這裡 那我們這台電腦的網路卡 其實就在這裡 現在要跟各位同學 各位學員介紹的是 實體跟邏輯的網路架構圖 然後看到右邊的這樣的這張圖呢 這是路由器、以太網路交換器、極限器 它把所有的設備都標出來了 而且標出它的IP 這是一個實體的架構圖 那實體的架構圖呢 通常在我們要做網路維修 或者想要規劃網路 安插網路設備的時候 我們會從實體的架構圖去思考 可是當我們在規劃一個大型網路的時候呢 我們首先思考到的不是實體架構圖 而是左邊的這個網路架構圖 那左邊這個網路架構圖呢 我們先來看一下 這個底下這裡 它用一個叫做與太網路 它用一條橫線代表與太網路 那其實我們現在的架構這些線呢 就是以太網路 那你從右邊的實體架構圖來看 或者從我們的設備來看 你會覺得它的以太網路呢 是樹狀架構 那但實際上它運作的方式是 是那個匯流排狀的架構 等於說大家都穿在一起 那這個我們將來會介紹 然後通常我們會用一條線 來代表是一個網路 這樣一個網路段